娱乐情报战 每周新鲜感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胜胞胎姐姐佳月 我是妹妹凯哥 咱们在这里呢 先祝大家 猪年大吉 过年啊 少不了去亲戚家串门拜年 然后呢 就被七打姑八打一追问 什么时候结婚啊 这普通人怕被追婚 明星当然也不例外了 结不结婚咱们先不说 谈个恋爱也是不错的 这不啊 芒果TV推出了一款 全新的综艺叫做 女儿们的恋爱 不仅是明星们光明正大的 在线恋爱 而且还请来了他们的爸爸 在观察室里在线吃瓜 有一种被老爸暗中 观察你恋爱的恐惧感 当然啦 爸爸们除了看着自己 闺女谈恋爱之外 更重要的任务啊 是以过来人的身份 给出女儿们恋爱建议 女嘉宾方面 一个是靠表情帮出圈的 国家游泳队运动员 赴云慧 我已经 用了洪荒之力了 还有SH的 Selina任嘉轩 和Selina的妹妹 任荣轩这对姐妹花 与近湖南卫视主持人 沈梦辰 其实啊 看Selina这段的时候啊 还是觉得蛮多泪点的 Selina的遭遇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 九年前意外的事故 导致身体大面积烧伤 我受伤的总面积是 百分之五十四 就是说 百分之五十四的烧伤 等同于 只有百分之四十六的 存活几率 再到16年宣布离婚 总觉得吧 Selina每次在镜头前 展现的开朗自信 又乐观的时候 背后也一定背负着 很多道的伤疤吧 节目的新打片中 父女三人聊到真心话 这一家人也太好哭了吧 有点心疼Selina 虽然自己经历过一段 失败的感情 但还是会依旧选择相信爱情 所以我还是很相信爱情 因为我就觉得 它还是存在的 但我相不相信爱情 会发生在我的脑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相信爱情 Selina对节目组提出的 优惠对象标准是 养素人 我是比较倾向素人吧 但是最终出现的神秘男生 叫做张宣瑞 一期年底有部电视剧 叫做《我的男孩》 就是她和林心如主演的 剧中四十岁的林心如 和二十四岁的小鲜肉 谈恋爱 上演了一场姐弟烈的情节 当年在台湾 也是一致好评 所以当Selina看到 张宣瑞是自己的 约会对象的时候 满脸的不可置信 没想到 节目组找来的还是全年人 这不行啊 这不可能啊 她闻到男孩的年龄之后 瞬间满脸失望 因为Selina比张宣瑞 大了足足十一岁 这样的年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张宣瑞也是等着 无辜的眼睛一脸正常 但是Selina就表示不相信 因为到了这样的年纪 包括之前的人生经历 真的是过了因为一句话 就被打动了年纪了 但她讲真的 她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不会太相信 让她恐惧的 不只有年龄 还有对方的身份 她拒抗着男孩 但是跟张宣瑞 接触的过程中啊 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真诚 Selina也是慢慢地放下了防备 第二期的约会 比起第一期来 简直就是加了双嫩的糖 无论是骑单车 海边拍照 是甜点 一 二 三 还是玩九九城发表游戏 九八七十二 我是真的太难了 不会生气的 幻灯 谈好脏速比较厉害 天哪天哪 这是什么偶像剧情节 奇怪 嘴角怎么会不经意地上扬 我此时此刻的表情 应该跟观察室里的 成立杀艺猫一样 满脸一目笑 但是无论怎么甜 森林娜虽然坦言喜欢她 我很喜欢 但还是理智摘了上风 不是素人 然后年纪 年纪真的差异太大了 不用浪费自己的机会 不用浪费自己的时间 你说你有点难追 想让我直男而退 看得出来张宣瑞略写失望啊 我们再来看看她的妹妹任荣轩 任荣轩和姐姐瑟琳娜 简直性格反差太大了 所以让妹妹任荣轩 一直以甜美形象试人 网友也对她的氧气美女的形象 十分认可 没想到来参加这个节目啊 展现出了直爽性格也圈了很多粉 节目中任荣轩和男生在约会吃饭的时候 直接拒绝男生一起出国同游的邀请 我们去 我没说要跟你去 太直接了 我可以自己去 并且啊最后坚持与男生分开结账 真的是瑞耀更直啊 下一期你安排 不要 各付各的 好 我知道你想付 但是我心里面过不去 所以我还是觉得各付各的比较好 她已经请我吃饭了 已经尽了你今天的很绅士的礼仪 然后我也不想要让她觉得好像说 男生请客是理所当然 第二期节目里 男生为了加速感情升温 居然选择了双人瑜伽 这种尴尬的互动项目 不过啊任荣轩也是豪爽接招 没在怕的 老师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了 她说的对 真的真的很害羞 但我可以 当聊到三次约会之后 不选择继续还是结束的话题之后 任荣轩不舍男嘉宾失控大哭 已经是第二次了 天哪我要哭了 怎么了 真的有点 我明天都走了 接下来这位女嘉宾赴云会 纵观第一期啊 从穿衣打扮到言谈举止到烫头燃吧 美人鱼都是这样的颜色的 我觉得要是爸爸在这里的话 他也会建议我两个 新一点 新一点 这个颜色就很好看 他乍一看的很低调 他仔细看的 他又很有内涵 你知道吗 他就不是一般的头 他仔细看他就不是一般的头 对 低调奢华有内涵 有内涵 再到一身高 我觉得画风还真是跟别人不一样呢 和复原会约会的这位小伙子 即使是一个素人 和复原会同龄都是96人的 别刚才年纪轻轻一脸智呢 这是个造价工程师 我之前是造价工程师 那你们要安排好玩的约会 不然很无聊 我这个人对浪漫不是很感冒 但对刺激还是蛮感冒 果然是不一样啊 不过难不成想要小哥哥带你去蹦极吗 复原会从新开始吃饭时 为了捕失女孩子的娇柔形象 到后来男生提出要上厕所 这个机会就来了 复原会那真的是玩起袖子 准备大吃一场风卷残云 真不愧是洪光少女 就连吃饭也是用尽了洪光之力啊 第二次节目中男生提出要求制作一个属于他们的美好 这个多无聊哦 一个是真的在做蛋糕 一个是做什么蛋糕啊 玩得开心最重要 如果说前面的环节都是达达小贵增加恋爱经验值 那是后面的抓娃娃环节 男生终于知道临主线任务了 那这里给广大男性同胞化了重点 会抓娃娃真的很加分 乔夫人会笑得那么开心 他是真的玩得很开心了 沈梦辰就比较特殊了 他有一个谈了六年的男朋友杜海涛 节目到他的部分 几乎就成了他和杜海涛的恋爱小剧场 各种高甜 各种撒狗粮 就连沈梦辰不让杜海涛减肥这个话题 也是在播出后窜上了热搜 我说了之后呢 只剩丑了 哥哥 只剩丑了 哥哥 他也都没有了 对 你胖的时候还有可爱 所以答应我不要减肥好吗 这恐怕是史上最简单的女友要求了吧 不过呢 你们开心就好了 而且呢 恋爱六年还跟热恋戏一样 真的是很难得了 在第二期节目中 海涛会因为女朋友和王东神排列的 舞蹈亲密动作而吃醋 这次节目中有余的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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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 这次給你饭吃的 好不好 这次给你饭吃的好 哈哈哈哈 我一定不能是像不熟似的 就是特别是就是 大就是大尖的那个 大尖的那个一定是要有那种大的感觉 这样吗这样吗 老师是这样的 无论是下班后一起坐动物车 各种细心的照料 还是悄悄地准备跨年惊喜 还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好好休息 饭做好了我叫你的花式宠溺 天哪 这还是我认识的毒海涛吗 这样的男朋友 请跟我来一打 请你们原地结婚 其实啊 这个综艺本身是很新颖的 我们也非常期待他们四对 接下来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视频 请跟我们的视频点个赞哦 也请点击订阅按钮 来关注我们更多的节目 娱乐情报站 下一周与您不见不散哟 拜拜